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聚会 还是这个红色文化活动各种讲座 我多半是扮演主持人或者嘉宾 张全景同志来了 多半都是要讲话 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张全景同志 在这样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面前 我觉得他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对毛主席啊 张全景同志充满了感情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历史修主义泛滥的那些年 那些人妖魔化我们的毛主席张全景同志 每每对那些人加以痛斥 张全景同志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 昨天晚上我就得知了张全景同志去世的消息 但是因为没有官方发布消息 在网上为了慎重起见 我没有提到张全景同志趋势的消息 但是我转发了两篇东西 一篇东西是张全景同志 他写的一篇文章 讲苏联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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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训 还有呢一篇是我答香港 南华早报记者 一篇很长的答记者问 为什么转发我的文章呢 因为我在文章当中提到的那天呢 我去北京西山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的活动 全天的活动啊 从早到晚上 几个活动在一起 晚上还是研讨会 在那次活动当中 张全景同志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那香港汽车采访我也是谈毛主席 怎么看待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的权威是怎么确立的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今天依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毛主席去世这么多年之后 人们对毛主席的思念一点也没有减少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茫然无助的时候 我们就情不自禁地会想起 毛主席套了人家 曾经是怎么说的 我年轻啊 十多年前我才五十岁出头 但是年纪已经很大了 那时候已经八十多岁的张全景同志 他呢比我们的经历丰富的多 革命的经验也多的多 张全景同志是 山东平原县人 1941年生 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 1949年建国那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最早在山东德州当副书记 然后当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然后当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在山东他当省委的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 后来到北京来 在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 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担任过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会长 昨天晚上我得知张全景同志去世消息的时候 我当时就翻着过去和张老接触的一些资料 我想到2022年11月7号是十月革命 105周年纪念日 所以我就读到了2016年的时候 张老自己亲自写的文章 当时呢他谈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教训 作为一个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担任过全国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这样一个老同志 他的一些思考和我们一些做秀才的写文章的人写的东西不太一样 没有那种理论上绕得很远 现实生活当中联系实际不足的那样一些克里空的毛病 张全景同志他说他是在访问了俄罗斯之后 对苏共失败有了一些清晰的认识的 这个话他在多次让我们参加的活动当中他都讲过 他说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呀 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政治原因是什么呀 政治原因是主要的 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内因是主要的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他说现实原因是主要的 但是这么讲完了之后 他说我可没有相对主义啊 在这么多的原因当中必然有一种东西是主导的 也就是说起决定作用的 那苏联为什么亡党亡国 张老说我跟你们讲这些事啊 就是想着我们中国怎么避免走这条路 苏联的问题就出在苏共党内 他说苏联否定党的历史 否定党的领袖 灭国先灭史嘛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嘛 其实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嘛 那是灭国灭史的黑端呢 一直到戈尔巴乔夫 到叶利钦 他们都一再否定斯大林 否定十月革命 否定苏共的光荣历史 张全静同志说 赫鲁晓夫最典型了 1939年3月 他是在苏共18次代表大会上 出了大风头 怎么出风头 他上台得了个20分钟发言的机会 其实还有点超时了 他居然32次攻为斯大林 一个人 他特别肉麻的吹捧 攻为某一个人的时候 经验告诉我们 对这样的人要提高警惕 20分钟发言 他32次攻为斯大林 肉麻到极点 1952年的时候 苏共19次大会上 他照样吹捧斯大林 1954年 他下令 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 歌功颂德的社论 他当众吹捧斯大林 肉麻 说人类最伟大的天才 最伟大的导师 最伟大的领袖 最伟大的长盛将军 斯大林同志 是我的生身的父母 我提醒大家 多注意张全景 我们中主播老部长 对赫鲁晓夫这段历史的特别强调 隔壁王奶奶经常说 拍马是为了骑马 拍马拍得特别肉麻 他是为了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正是这个赫鲁晓夫 到苏共20大的时候 他突然变脸 就跟川级变脸一样 咒骂斯大林是凶手 斯大林是强盗 斯大林是赌徒 斯大林是俄国最大的独裁者 斯大林是混蛋 斯大林是白痴 如果你把20分钟发言 颂扬斯大林30多次的那个发言 和斯大林吃骨胃寒 他上来之后 全盘否定斯大林 自己当领袖的 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来 手段的卑鄙 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我插一句 像赫鲁晓夫这样卑鄙的人格 这样肉麻的手法 和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的 否定历史 大搞历史 虚无主义的人 只在苏联那个土地上 会长出来吗 世界上其他地方 有没有可能 也存在着这样的人呢 他把一切最丑恶 最肮脏的语言 加到斯大林头上 更有甚者是 他污蔑斯大林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当中 说斯大林 前期丧失警惕 说斯大林战争爆发之后 惊慌失措 他具体提供细节 说斯大林指挥战争 是靠地球以指挥 张权警同事经常说这个 他说这小孩子会相信吗 小孩子都不相信的谎言 赫鲁晓夫 作为苏工一把手 就这么讲 至于苏工二十二大之后 赫鲁晓夫 又干了一件的 绝坟的事 他把斯大林的遗体从 列宁墓当中 移出来火化掉了 这种事情啊 就造成了苏联党内 和苏联 老百姓的思想混乱 而且 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攻击苏联共产党 提供了炮弹 苏工王党王国 到后来 到戈尔巴乔夫上台 走得更远 从否定斯大林 然后到开始否定列宁 进而否定社会主义 然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苏联的历史 否定党的领导 最后 最后当宣布 苏联共产党为非法 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捍卫苏共 捍卫他们的 加盟共和国的党部 没有 竟无一人是男儿 思想上早已经被摧垮了 所以张全景同志说 怎样评价斯大林 和苏共的历史 这是总结 苏共失败教训的一个焦点 张全景同志说 斯大林犯过错误 尽管斯大林犯过错误 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发展过程当中 也存在着某些缺陷 但是张全景同志反复说 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他犯错误是难免的 但是如果你用 我们实践检验之内的标准 来检验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和1913年 就一战前的 俄国的最高年份的 生产发展水平项目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 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 斯大林领导之下 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 社会主义的 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 最突出的表现是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打败了德义日法西斯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所以丘吉尔曾经讲过一句公道的话 丘吉尔说 他从沙皇手里接过的是木鲤 撒手人寰的时候 留下的是原子弹 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说 斯大林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有人说这个东西是 亡打亡国的主要原因 他不承认 他说这个站不住脚 苏联垮台前夕 他的经济总量 那时候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你说他经济不行 他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 相当于欧洲资本主义 所有的法国德国意大利 什么西班牙 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 科学技术也先进 科学技术先进 航天成就 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 甚至领先于美国 即使是轻重工业比例有些不协调 那也不至于全面失败 更何况 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 38年之后发生的 你怎么能把这些原因 全部都归罪于去世的人呢 张全景同志 就是这个观点我听他讲过多次 我受他的影响 我觉得他讲得好 这是个问题 后来李慎明同志 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的副院长 给王震同志当过秘书 李慎明同志 他后来领导一个课题组 对苏联王大王国的教训进行总结 然后去苏联好多次总结经验 我曾经以苏联王大王国三十年为题 做过三十多期节目 李慎明同志领导的课题组在这一点上和张全景同志的说法是很接近的 今天我们用张全景同志写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宣传他的观点 用这种方式来怀念张全景同志 张全景同志对红色文化非常支持 他只要是有可能 特别是在身体很不好 年纪很大的情况之下 多次亲历曾荫为参加红色文化的活动 这在很多李慎明的老同志当中 也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深切缅怀张老 希望张老的家人能够节哀顺便 我代表我身边的很多受张老影响的一些老同志和年轻的朋友们 送张老一程 如果最近有张老追悼会举办的消息 也请您告诉我 也请智桑委员会的同志通过什么渠道告诉我 我要去八宝山送张老一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